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派知识分子围堵在街口 痛批新派背弃组组 各界反对与支持的声浪一波又一波袭来 逼得鲁迅先生公开喊话 汉字无灭 中国必亡 据说最终促成这一决议的是斯大林的一句话 他说 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的俄文字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 他提议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 得到了国内的认同 三年后 拼音文字就出现在了学校的课堂上 遭到了教师们的一致反对 有学者在报摊上以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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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举例 称汉字同音字太多 若要改字 干脆连读音也一并改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无耀 ieso们这 degrad它 汇语 Eric 你太知情地 其实你怎么知道 我跟你说 祝女呢 当然 像乌做计诗诗诗诗诗诗学习 进礼卫 直到俊阳 某海外明星用检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